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奇门现场 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昨天小涨了9.04点 收盘指数11653.07点 涨幅0.08% 成交金额1592亿元 这个量放得还蛮大的 而至于OTC市场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了0.89点 收盘指数是146.08点 跌幅0.61% 成交金额是411.57亿元 我们今天呢 是要连线的 重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那么昨天呢 外资已经是连续 第18个交易日买超 那么使得累计买超的金额呢 已经达到了1650亿元 这个推升还能不能够持续 维泰 重新早安 大家早安 当然台北股市有外资加持 可是好像也有点隐忧 上涨的加速 其实是远远不如下跌的加速 这个其实应该是说 市场上面的一个 心态的开始转变 我记得我们在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虽然说明年一月份 就要进行中农大选 那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在明年一月份之前 大概股市不太会跌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变数 所以呢 一定会有一些就是 相对比较保守的人 越接近这个变数的时间点 可能就会想要去做一个 卖股或者是 现金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指数往上去进行 冲高的一个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就是 保守性的一个 卖压的一个产生 这个是我们在一般分析来讲 会去思考到的问题 但是呢 最近我个人在生活周遭当中 看到一些现象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这边 跟大家来做分享 首先我在 我其实在台北市 在交通的时候 其实比较大的机会 是在做捷运 那以前呢 我在搭捷运的时候 看到大家在看守 都是在玩游戏 大部分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可是最近我发觉 看手机的人呢 已经有蛮多的比例 跟人家相比较起来 是在看股票 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种情况 搭捷运大家太少了 也许有些人现在 在搭捷运 你也可以随便看一下 你身边多少人 是不是都在看股票 然后再来就是 我在前两天 因为我到医院 去探望一个朋友 那也是早上的时间 大概是九点多的时候 那九点多 通常我就会很习惯 现在就看一下 今天早上开盘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因为我工作的职业是这样 那我就忽然听到旁边 在那个公用电话的那个地方 就有人拿起那个电话 就说 那什么什么什么 帮我买20张 那回头一看 这个来掉的点滴 我说他 他其实是来住院 可是他还是 很心细股市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几个情况 我觉得第一个是 蛮有趣的 但是 但 电界也反映了 就目前市场上面的 一个热络的一个形态 所以在这个成交量的部分 最直接反映就在这个地方 成交量呢 在最近的这个 成交量的部分 都来到了1300 1400 昨天来到1500多亿 以前是99才看到 也是1500多亿 那现在看起来 好像3-50 就会看到 1300 1400 1500亿的一个成交量 至少今年以来 1500亿 觉得不稀奇了 对 这个礼拜 变得比较不稀奇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确实会面临到的一些 就是 做工看法 分歧的一个表现 有些人想要逢高 做过的了解 有些人是觉得 还很好玩 要在这边赶快去 做个进场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边 其实 平阳心讲 这边我看到的是 一个换骨的一个时机点 因为在前阵子 长多的一些族群 例如说 大家常常讨论到的 5G题材 尤其是什么 这个散热模组 或者是PCB的上游 联帽台光电 还有PCB的一些个股 例如说 载版的像ABF 载版的星星电 其实最近 他们都看到 蛮明显的 一个慢压的产生 甚至说 这个法人 也有出现这种 获利了结的 慢压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长多的 这些个股 可能就面临到 就是被换掉 被调节的一个命运 被调节出来的资金 还是要找表地 因为刚刚 维他你所形容的是 民间现在热起来了 已经冷了很久的社会 现在看起来 对股市热起来了 然后第二个是 量也真的放大了 这个量放大之后 如果它能够持续上涨 这些量就会变成 很好的换手量 就会变成一个 很好的继续支撑股市 上涨的点 那万一不小心 当然也有可能 有些个股会做投 对不对 是 那它毕竟就是一个 一个正常的循环 不要说是那平时 太夸张 就是一个 一个多空的一个循环 只是我们在操作 这个多空循环的一个 时间点 必须要拿捏的好 否则 该做多的时候 你没有做多 然后该 该卖股的时候 你没卖股 就是我们常讲的 报上又报下 那这样子其实 做股票就没有 特别大的意义了 那当然刚刚讲到 就是有一些的 一个个股是 在低档 开始有人 开始去做注意 那昨天呢 应该说前天 这两天 就发现到 金融股的一个部分 这都又增加了起来 在这个昨天 我们看到 包括像是 国胎金 还有星光金 甚至富邦金等等 都有出现了一个 上涨的一个 金星 那么这一点 其实也跟我们在过去 一直帮大家推的 类似 价装股 有 就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提到 价装股 例如说 国胎金 公负邦金 对不对 我说价装股 国胎金来看的话 这个四字头的国胎金 其实长线看起来 并不会吃亏 那当然 说 那个买完之后 可能要放多久 这个说真的 我还没有办法 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只能看到 就是说 股价在这个位阶 在这个时间点 它下涨风险是有限 我就会跟大家来做分享 说这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最近就是有一些 就是 之前提过的一些价装股 包括像是 钢铁的 或者是金融的 甚至说可能接下来 可能还会有航运的 这些的比较具有 价值性投资的价装股 可能会再慢慢 因为它的位阶的相对偏低 会有往上去做走高的机会 像国胎金就最明显了 国座连续涨这三根 很强劲 对 其实在上一两个月 到各处去演讲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有关心到国胎金 那我跟大家说 受险股的部分 其实跟IFS的财报 我觉得它的下跌 跟财报的一个编列方式 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只是财报显现的一个方式不同 那他们真正 必须要去留意的就是说 他们过去承诺给保护的那些利率 现在因为低利率环境的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办法达到过去的一个 这个利率的一个水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 他们称之为叫利差损 利差损这部分 可能金管会要求他们 去做额外的一个提列 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损失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并不是真正的损失 它就要做更多的提列金而已 那所以这个 这样子的消息面 或者是讯息面 对股价造成影响 我个人的经验是 它终究会慢慢慢慢的淡化 然后什么时候会确定 市场上面就是可以接受它 就是它财报出来 如果财报数字不怎样 可是股价就还是往上涨 这种情况 我们称之为利空不跌 这时候就表示 对市场上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利空消息 已经慢慢慢慢的忽略 或者是可以接受它 那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 股价也开始会还它公道 所以 以现在的投资来看的话 第一你并没有看 但未来 这还是要强调 对没有 只是换股跌的气息 只是一个换股操作的一个开始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重新又注意到 嫁妆股的时候了 就对那些最基础的 是低位阶 然后有主体迹象 当然最好是它 最坏的时间点已经过去 我觉得这 打过这几个原则 我觉得要做到波传性操作 应该不会是太难 金融之外 你最 金融之外 最首选的 说真的 我现在 比较金融 我觉得航运 航运的部分 航运还没有人提 对包括要航空 你又快到它的传统的旺季 我觉得这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做留意 好 所以这是以 中期波弹操作来看待的 对不对 是的 以龙头为主吗 目前是以龙头为主 因为我发现到 最近这时间 其实外资在买超 全职股的比重上 电子跟非电子股 各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他们也都开始 调一些传传股的全职 包括向远东兴 台塑集团等等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众议财富分析师 陈伟泰